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晚尚六点焦点短打 我是主持人林奕翘 作为本港首名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的嫌疑犯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近期不断祈求外部干预势力插手案件 寻求认救但至今没有见到预期的效果 近日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欣 及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又想出一招 就是走到联合国希望将事件升级到国际层次 在联合国哭诉、卖惨 然后博取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同情 说穿了黎智英一方当前真是心急愚焚 黎智英的所谓国际律师团队日前发表声明说 律师团队及黎崇欣近日寻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关注黎智英案 认为黎智英受到一连串法律诉讼 导致长时间不合比例的审讯 希望联合国采取措施为黎智英脱罪 黎崇欣有信口痴黄 说他爸爸坚持原则却遭到法律诉讼 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及所有真实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发声 黎崇欣更诋毁特区政府 望称特区政府的行为为香港的自由和权利敲响丧终 希望联合国采取任何可行措施 令黎智英获释 令香港恢复希望等等 黎智英一方继续用同一套歪理走天涯 对此特区政府再一次发出严正警告 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 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香港特区的司法程序 以促使任何被告人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 都是公然破坏香港特区的法治 而发表有意图干扰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 或作出有同样意图的行为 极有可能构成认识藐视法庭罪或妨碍司法公正罪 黎智英所谓国际律师团队似乎更像一个政治团队 到底在他们眼中法治精神为何物呢? 一而再,再而三公然要求外部势力对本港司法机构施压 这就是法治精神吗? 到底是谁在破坏本港法治呢? 事实上,黎智英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一案 已经排期在9月25日审理,须时40日 即是说案件此时此刻尚未正式开审 具体案情也尚未公开 相关审判尚需时日 这个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及黎崇恩就已经跳出来大声疾呼不公平 无非都是希望妖魔法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 凝造黎智英在香港得不到公正审讯的假象 完全是睁大眼说大话,摆明居马做坏事 必须强调的是,黎智英并非所谓政治犯 而是一名卖国卖港的反华分子 其涉嫌干犯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根本和自由、人权扯不上任何关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应没有任何角色 况且黎智英其他已经被裁定罪成的案件 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审讯过程公平、公开、公正 各级法院也依法裁决、判刑 绝无半点侵害黎智英的人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次被黎智英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及黎智英 说三道四,道理何在呢?公道吗? 事实上,这不是黎智英所谓国际律师团队 与黎智英第一次寻求外部势力的介入 之前已经多次主动黑球美英政客出手营救黎智英 不过我们见到的是,现任英美元首都是无动于衷 华盛顿和伦敦政客最多都是浮浮把口 如今,律师团队及黎智英再走到联合国 想将事件升级,要求国际社会出面 是否在某程度上说明 黎智英父子及其团伙已经无计可施呢? 黎智英沦为西方政治器卓已经成为事实呢? 此外,黎智英在港法律代表早前公开澄清 指黎智英从来没有委托其他人代表他在香港的刑事及有关诉讼行事 也没有与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就诉讼有任何专业上的联系 黎智英在港法律代表与所谓国际律师团队保持距离 是不是或多或少见到事件背后的严重性呢? 黎智英父子及其海外团伙一再挟揚致重 在道德上是卑劣的,在行为上是愚蠢的 再一次说明黎智英只是一个病态赌徒 而且逢赌皆输,逢书必加注在赌 到底他们有没有看过港区国安法第55条呢? 港区国安法第55条明确规定 案件涉及外国或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轄确有困难的 经相关法律程序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行使管轄权 黎智英被捕后 西方政客已一再施压港府放任 如今,黎智英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及黎崇恩 更试图将事件升级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意图将案件进一步政治化、国际化 不断增加黎智英案的复杂程度 凡此种种,难道黎智英一方真的不怕 有关方面启动第55条的相关规定 由内地法院对黎智英案行使审判权吗?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晚见,拜拜!